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千层麻花的作画 外酥里软,又香甜 我们先准备中筋面粉300克 打上一个鸡蛋 加入3克酵母粉 2克小苏打 30克白糖 倒入温水120毫升 先将酵母发开 再边倒水边搅拌 一只搅成大面絮状 淋上15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揉光滑就行了 饧面30分钟 接着浮个油酥面 碗里倒入120克面粉 加入70毫升的食用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没有面粉颗粒就可以了 倒在保鲜膜上 先用手摊开一些 剩下一半折过来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平就可以了 煮好的面团取出来 轻揉几下 用掌心压扁 擀成一个长黄形的面饼 在一半的面皮上 放上擀好的油酥 保鲜膜接下来 将另一头的面饼对折过来 压紧实一点 再次擀开擀薄 在对折两下 再次擀成长黄形 第三次对折以后 先不用擀 松弛五分钟 看一下松弛过以后 很轻松就擀开了 厚度约一公分就可以了 然后切成一指宽的长条状 拿一个小面剂 轻轻地拉长 上下反方向的 给面剂上劲 垫起两头 捏盐死 再拧上两圈 一个麻花生胚 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再醒三十分钟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放进去立马冒泡 就可以了 下入醒好的生胚 下锅炸 浮上来以后 给生胚翻个面 全程使用中小火炸制 一直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咱们的香酥麻花 就做好了 三百克的面粉 就炸了一大盘 看一下这层次多好 用手一捏 特别酥脆 里面是松软的 咬上一口 酥脆香甜 学费以后 再也不用买着吃了 拌花面的 也好消化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我们明天见